就有一宗懷疑是裝修公司 裝修完的單位就拍了一條影片 就扔出來大家宣揚 那網民就眼尼了 網民眼尼一看就說 你這個單位應該那裡有一部主力牆拆了 我們看看圖一班人 我們看到圖 圖裏面就有兩幅 一幅就是裝修前 一幅就是裝修後 如果清楚一點 左手邊那個就是原封的 兩間小房 再旁邊有一間大一點的單位就是主人房 另外有一條走廊 這些就很基本的典型的屋村屋苑 即是大型屋苑也好 私人樓也好 好了 他就打算裝修到右手邊那幅 他就將主人房兩個小房打通 合併為一間主人房 另外再大一點的單位做了衣帽 他封了那個長的走廊 在哪裡出入 那扇門就在客廳那邊開 問題就是客廳那扇門 進入主人房 他現在裝修之後 那扇門原本是一個主力牆 即是兩間小房的其中一個主力牆 他就將它拼走了 就做了一個門這樣進入 都挺多人害怕的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的 我就不認識建築了 還有這麼多位 我認識的 飛機就認識你們 但是如果看一條線都知道了 幼的就是普通的窗 window 普通的牆 間房 廚房的牆 薄的 主力牆零射後的 雷公那麼後的 即是很明顯那邊主力牆 他就拆了 於是還拍了影片 還懶得戚 還有價錢 電力費有多少 拆牆維修就五萬元左右 打出來 這裡真的出事了 即時被人說 你不是吧 你現在搞的搞 事件擾讓得非常大件事 今早 屋宇署那些 連著日出康城那些人 就去那裡調查這個單位 我想問 但是為什麼那個裝修公司 會幫他這樣做 他們不知道是主力牆 是的 這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既然是裝修公司 沒理由不知道 深信 或者懷疑 拼懵 拼懵 我又不是拆了 我開門而已 我只是打開門 還有這個牆 主力牆應該承托到 是的 我記得 我忘記今早還是什麼 我聽心機有個媒體 就說一些工程師 那些裝修師傅很多都亂來的 我試過一次 就上去看個單位 他是結構工程師來的 然後他告訴人 師傅這裡不能拆開 是主力牆 然後對方立刻起降 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 他會罵他 他人都瘋了 深信很多都是 你知道 如果你不敢改動 你錢就收少了 你原本的職 各樣 你就不是變了 你理想那隻 未必收到客戶 所以就這樣 這件事很嚴重 現在呢 當然了 討論了幾天 有些人就說 你這個策略主力牆 雖然你不是整座大廈倒 不會那麼卡洞片 大家利是整座大廈倒 大家都明白 因為有其他莊處 但是 你這樣改動了 上單位和下單位 有機會裂 那些牆身 因為受壓的問題 有機會造成裂縫 這個就很大迴響了 我猜這個單位應該是兩個人住的 因為你看他本身有兩間睡房 一間主人房 他都拆掉了 他只有一間大的主人房 原本三間房都拆掉了 連最後那間房 他直接做衣武間就算了 我相信應該兩個人結婚 然後搬來這裡就住了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住日出康城 其實我看過他這個單位應該算大的 因為我朋友那裡是頗小的 他應該是那些單人房 這間就是三房單位 這個應該是大一點的單位 大很多的 大家看到了 他本身也是拆了廚房的洗澡房 當然那棵是薄的長 就不是主力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開門那一下 那一下就緊要了 寧欣也訪問樓上的單位 他說喂 他就死了 樓上當然罵死了 是啊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相信買樓都不行 這件事 周圍都會跟他們 無論結構工程 樓上樓下 會不會有裂縫 因為這樣 而各樣引致的東西 相信業主都會承擔 我看我忘記電視說 那個業主其實都合作 我真的無辜 我怎麼知道這些東西 你的裝修公司 我相信你 你是專業人士 你說YES 就YES 我看過職就OK 當然他都很合作 時候都希望補救 報道是這樣說 樓上的威哥哥 其實裝修了下面 都成幾個月 終於搞定了 但想不到原來拆了主力牆 還開了給媒體訪問 拍出來的牆 原本是這樣的 但現在他下面拆了 他自己都擔殺 應該負責是裝修公司 全部負責 因為設計是他的 業主是被動的 我真的不知道哪個可以拆 但會不會有業主簽名 又有些責任 因為這家屋是你的 我這樣說 除非合約上面寫明 其中這幅主力牆 是業主同意之下拆除 因為純粹 譬如說 通常你裝修 當然是找裝修公司 裝修公司之後 就收了你的訂購 因為怕你 談完設計後 你走了 一毫子都沒有 譬如說你整個裝修 預計是一百萬 然後約他談 他才收你兩三萬 兩三萬 你最後不找他 裝修他都吃硬你 然後約他談 他大概解釋給你 怎樣裝修 給設計圖理 因為怕你偷了設計 不然找別人 那就傻了 他殺了你 收了訂購 然後就去談 好 情況之下 他有沒有解釋給你聽 要拆什麼 不拆什麼 這幅牆拆得 還是不拆得 其實業主就沒有必要知道 他只知道裝修 因為他沒有專業資格 知道哪幅牆拆得 除非有個情況 就是出了設計之後 裝修公司告訴你 設計是這樣 然後業主說我想門口開這裡 而裝修公司說 這個主力場不行 我要求要 而這個情況之下 裝修公司有個免責條款出現 是你要求的 我按你的要求拆 一個責任就去了業主那裡 就是說業主是知情的情況之下 知道這個主力場 還要求裝修公司拆 其實裝修公司 要不就不要知道這宗生意 要不就告訴你 如果你要我拆的話 我就不會做 應該是這樣 現在就不知道哪方面出了事 如果是業主知情 業主都要負責 如果業主假裝不知情 裝修公司就全部吃光了 現在還未出意外 有沒有什麼牽涉違規 是否可以裝修還原 而那個大廈的業主立案化團 或者大廈的管理公司 是同意了這個維修 這個維修覺得已經是收報了 找了勘察師 什麼建築師覺得這個維修 可以是合規格的 預計將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大家願意簽 不過不知誰究竟簽什麼就像 有什麼事情想來PK 因為有人說說有機會會大效率 有機會是露台會掉到街上 因為是靠那幅牆扯著露台 左手邊那個位置 現在你將那一段 突然切過去 好像你是吊帶褲一樣 我剪了 那應該用空圍 空圍原本兩條帶都吊著 你剪了一旁 然後就掉了出來 啊 臭哥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就有鋼筋 有機會 因為他是扣下去 簡單來說 就是借力 不過我不明白 我說完這個 你看看設計 右手邊那邊 主人房的門口 為什麼要開在那個位置 對 如果開在上面 就不用作爛那幅牆 對 當年你看到設計 他就將三間房 變成了一間房 然後就將那張床 因為他三邊下床 是酒店式設計 他就要拋過去那邊 為什麼不拉過去 因為那個主人房原本有衣櫃的位置 都三邊下床 但那邊就變成 他不是看著窗景 只有一邊是窗景 另一邊沒有窗景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你把那張床移到衣櫃那邊 接著那個門口 你便開在上面 那個 飯廳那個位置 不過你飯廳那個位置 一出去就變成廚房 現在那個廚房 變成開放式 其實現在這個擺法 主人房的床頭 隔著一幅假牆 應該是假牆 因為他拆了 接著就貼著爐頭 你想想 你每晚睡覺 一天睡著在爐頭 如果你睡著 老婆在外面煮公仔麵 又不斷煲 你不想發神經也難 為什麼人很醜 又要搞藥 這些做軍委 沒有理由這樣貼著屎坑 和對著你的床頭 而且風水也不太好 還有一個問題 有人客上來 在廳裡看電視 你試試進房間 你要經過人客 那個位置 你經過才能入房間 這樣就不太對 其實你圓關的客廁位 拆掉了 沒用的 你拿來做化妝家 或醫務家 變成不自在 又不成 他經常打算三邊下床 很美滿 對著兩個大玻璃窗 但又出事 大家記不記得 很多年前土瓜環塌樓 那件事 很可憐 樓上就是一個 一樓一的婦人 有女士 整座樓塌下來 死了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一樓一的婦人 做生意都很可憐 做生意都很可憐 是不是好像掘地樓 他就是樓下地鋪裝修 他裝修 他就拆了主力牆 真是混蛋了 你知道那些舊樓 幾十年前 我想六七十年前 建築的那些東西 全部是泥水 都在說 標準不同 現在就拆了 一拆了 就不斷搖 那些人有得走得切 有些走不切 走不切就不知摘死了四個 還是五個 真是陰國 你如果是怎樣裝修 我 你如果改改 你想應該怎樣 全部什麼房子都不會 我只是要一張床 上面有很多的符竿 讓我可以做不同的姿勢 要一個鐵架 是的 我這樣說 如果 我又沒有想到這個地步 如果有一天我有幸 存到錢 賺到錢 我去香港買樓 我都已經覺得 自己應該都是 都算成功 但如果你說兩個人 你又何必選這個單位 反過來想 這個單位應該是兩個人 六百多尺 沒錯 你才打通所有東西 變成一個大房 剛剛 如果你剛剛買這間樓 你又要拆掉所有東西 本身是兩間房 你又要拆掉三間房 拆掉它變成一間房 其實 會不會 不如你買另一個職 你何必買這個職 這個明明人是三間房 你都要打通它變成一間房 那你不如看有沒有第二個職 可能是不需要那麼多一間房 或者我不看康城 康城反正這麼偏 康城也不便宜 那些樓 你不要以為它什麼都貴 那你不如看另一個 現在張君浩很貴 這個單位有一個賬 這個單位叫做 禁絕外母 兼且住紙絕孫營 很明顯是一定不會生小孩 連寶寶房也不會預備有 外母來到 連睡梳化的機會都沒有 他根本改到這個單位 睡露台 根本是不招待人的 連朋友都沒有可能上來睡 基本上 自己都睡了 但現在又拆掉了 開錯門口 敲錯街 這次真是糟糕 不要 你躺著露台那邊 露台那邊 露台那邊 露台擺著露台 露台擺著露台 其實你根本在廚房 開門口就可以了 你把床不要拍在那裡 你拍到右手邊 想著看著大窗 躺在那裡 這個就是房間看著景 原意就是這樣 床就看著大窗 你看到門就在那裡 也不是三邊下床 你看窗台那裡 其實很窄下位 不如整個窗台爬上去 對什麼窗 只會你在床上搞事 又被對面那座打拍到 忘記拉窗簾 嘩 正在刺激 我猜那個裝修公司 都很嚴重的 你說他怎麼會不知道 你說裝修的那些師傅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但他裝修的那間公司 都一定有人看過 你這個主力長不差 他可能就是那種 如果我推了的話 我少了一單工作 沒有了幾萬元 可能他就借這件事 搏下懵 開門應該不怕 但這些很嚴重 待會有些什麼事 倒閉了 嘩 真是國際新聞 原本那兩間睡房 拆了中間那張床 然後走廊位 那兩個都可以拆的 那兩個不是主力場 全部下了玻璃烏門 向廁所那邊 窗那邊有它 你把床拍回去 都可以三邊下床 你的腳就是對著客廳的位置 旁邊那裡 全部都是玻璃烏門 基本上都很大的 其實你那個門 你不開飯廳了 你開客廳可以嗎 那床牆上面那裡 你會加進去的 你開那裡 那好吧 你那個沙發 你擺出一點 你近露台一點 然後那個電視 再擺下面一點 那裡就開個位置出來 那裡開門 你就不用拆那個主力牆 你一定要拆那床牆 你這些人 這麼多個門口 就不能開開 我就是不理會拆不拆 總之你不可能 回到主人房 你經過客廳 有朋友在那裡 老婆穿著睡衣 剛剛說 走過去 又回房間 被人看完 這樣也不安樂 還有電視在後面 你哪裏感覺到 你哪裏睡到 整個裝修費 亦都打出來 120萬 它又不是太貴 比數字 78萬多 包括什麼 預備清拆和棚架工程 5萬元 就是拆牆那一下 應該是 加上棚架 只拆就5萬 對 預備清拆和棚架 5萬 另外電力工程 6萬多 室內更換水喉 5萬多 油漆6萬 泥水工程 拆了之後 另外傢俬25萬 冷氣鋁窗 玻璃7萬 現場木器 門套 天花工程 5萬 雜巷2萬半 總數78萬 5千萬 歡迎你聯絡我們 不可能 應該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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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全部都要做過 水喉都要 我猜它 水喉沒有走 但是廚房拆了 它移了一個位 基本上 我當它是70多萬 蔡先生說不止 100萬 如果你裝修了100萬 就像我所說 你何必硬要選這個職 加多100萬 你買過第二間 它一定不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 你不會這樣 100萬去裝修打通幾間房 六百多呎 日出康城 賣八百多萬 如果同樣 這個島 其實是太古城島 你出去 隨時要求1,1,2萬 它進去日出康城 對著對田區 便宜了2百萬 就留錢做裝修 陳太太這場不能打 陳太你打穿了這場 你看到對面鄰居 我不管 給我拆 對面鄰居打通了 所有場 所有場 給我拆散 我只要一部100吋的電視 用來看賽馬 我其他不理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